上海周日晚间突袭式宣布,上海分区封控以所谓切块式网格化封控检测。 自周一凌晨5时起,浦东等区封控到4月1日解封,浦西等区则从4月1日封控到4月5日。 今天我们来看几个上海防疫视频合集,看上海所谓精准防疫下闹出的笑话和民众的反应。 有人被封在了厕所里。 方舟子分享的一张图片显示,有人被封在了厕所了,他在推文中写道,笑话百出的上海精准防疫,上海真如震蓝西路厕所。 一个老太太扫出红码,上厕所的人都被封在厕所里。 另有视频显示,上海一小区的民众抗议,有网友写道,民航一个小区被封26天,没有送过一次物资,居民饿了很多天了,终于受不了了,命运都被抓去坐牢。 被泰去镇压的警察,居然吓得躲在车里不敢出来。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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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哪个人拿喇叭了? 现在我们来看。 所有人都拿喇叭了。 你帮我们所有人都换进去。 反正我们已经拖了26天了。 现在又出现一个确诊。 如果这是你,你都会敢讲。 为什么在里面坐着? 往外面说什么呢? 看着好玩是吧? 既然说来了,那就来吧。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我说吧。 为什么还无动于衷啊 我没有出不去了 过来啊 解决问题 邵燕刚用着你刚才的那种态度 都感觉很好 拿在解决问题的上面 才能处理得了 刚刚凶的来 还想把我抓起来 这种警察里面 就这两 过来这一时间 不应该问我们是什么情况 你反来把我们骂一顿 我想问一下 你心里是怎么强的 如果这是你的家人 但这个小鸡 被疯了26天 都确诊了 你作为反响 我们26天 没有任何一个机会 给我们做任何的物资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人 在献力 在欣赏物资 你知道我们有的 在有很多天 没有吃饭了 另有视频显示 上海有人从楼上抛洒人民币 有网友写道 上海人民开始撒钱 这一幕在武汉上演过 我们来看 什么情况 小区有你都开始飞钞票了 哇 多吃钞票 你到屋里上来了 都会给大事 你干啥 我给你踢的 我给你踢钞票 我来给啥 我整个来给啥 那你飞进来上来 哇 那不再这样 那 我给你踢 我给你踢钞票 我给你踢钞票 你踢钞票 我给你踢钞票 这几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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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楼 29楼 这也是26楼 这个 这几号楼 这几号楼 29楼 这几号楼 29楼 我住8楼 我住8楼 18楼楼底 18楼楼底 8楼 20楼 怎么地上有那么多钱啊 小医 那么大 男人的楼 我走 有网友发视频称 上海市不愿意改造成集中营 上海市无症状感染者被拉去那里隔离 我们来看 另一网友发视频显示 医院关了 不让癌症病人取药 我们来看 还有网友发推文称 上海闽航的小区被封多日 居民没菜吃了 我们报告出来了 我们已经做了五次报告 他们出来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出来了 他们出来了 你们大家看看 龙板消息医院的人也不能出来 我们唱也没有了 我们家里面唱也没有 请各位知名 首先请去稳定一下 稳定不良 我们是要是要的 没有了 我们看到 正在游近的 都是在审核允许 你不能这么多 她们支持 现在还有一个 我们在审核允许 她们在审核允许 今天是不 clearer 她们在审核允许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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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有网友上传视频显示民众和防疫人员对峙 网友写道上海人民受不了了家定区马路阵附近 我们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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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僱了解僱了他们到成功了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委屈 他们也要留下相依的平衷 我让他们该自己做的做好 这个事情到底随时随非 有客观记录 好不好 大家不要吵 出来以后 他们的事情 你们自己都看 这么多张眼睛都看到 对不对 所有的客观记录 大家我相信现在都有手机 都有那么多眼睛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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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的看法和评论 有网友留言 人类的各种心理特质 都是在人生活工作的过程中 不断增进行程的 比如说 一个经常去养老院帮助老人 经常照顾孤儿 经常帮助残疾人的人 往往有一颗公益的心 那是在日积月累的公益实践中 逐渐增长的爱心 相反 如果一个人从未实践过任何的公益行为 让这个人一下子突然有了一颗强烈的公益的心 其实很难 说到中国的民主建设 最重要的是人心理的建设 对于每个人来说 如果从来没有参政一政 没有选举 没有关注民情 没有呼吁发声 那么这个人的民主意是通常趋于淡薄 像人其他的心理素质一样 人的民主素养不是天生的 有些国家 人为的禁止人民参政一政 黑箱操作 封锁新闻 压制舆论 屏蔽各种敏感词 势必造成人们的民主素养极低 于是这种国家就可以轻轻松松 稳稳当当地搞独裁 搞奴役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习引为常的压制手段 其背后的邪恶动机 却是源自高水平的设计 奴役一些人几年不是目的 让一个民族世世代代 甘愿成为奴才 才是最高超的设计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韭菜们都是政府收拾别人在旁边叫好 收拾到自己就闹 这种没有代入感的人民 被欺负活干 还有网友说 小小弟好奇一下哈 有朝一日解封后 他们会不会也是打着旗子 踩着鼓点 高喊感谢祖国 感谢党 我是中国人 上海人 我骄傲 有网友留言 你放心 一定会的 所以国内人的抱怨 随便听听就好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韭菜们只会干嘴账 不会干真账 疫情如此 解放台湾如此 乌克兰问题如此 保家卫国如此 还有网友说 病毒没死一个 因为封城各种突发性疾病 得不到治疗死亡不计其数 跳楼上鸟 每天上班 有网友留言 精准防疫 名存整取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只有专制的体制下 才会有如此愚昧悲哀的笑话 一遍遍地重演 还有网友说 千万别放松 必须把清零政策坚持到底 谁在鼓吹放弃清零 就是在否定习大和我党的英明神物 有网友留言 为什么只搞封城清零 封国清零且不是更简单 刀子也递不出去了 病毒也回不来了 封他三年 没有中国货 反华士全都会饿死 到那时 全都哭着喊着球包子当地球球场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上海人怎么不支持清零政策 你们应该为中国的强大和先进 而自豪才对 真不懂事 还有网友说 有文章指出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瘟疫 最后消失都不是通过隔离实现的 疫情早期死亡率高 隔离有必要 以降低死亡人数 随时间病毒变异 毒性减弱 群体免疫 直到最后成有感 这个过程早在疫情初期 英国科学家就划了这一线路图 即适当逐步解除隔离 最后不采取任何措施 中共专家一开始就批判这种理论 看出落后 清零是想得美 不现实 有网友留言 上海的公共厕所 是那种蹲侧 而且是一条线的坑的那种 线的末端 在大概三米高处 有个水桶 拉线 水桶里的水流下来 把一条坑里的屎尿冲走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大国抗议变成大国闹剧 还有网友说 大家想象一下上海男子用 无农软语骂人的场景 有网友留言 独裁专治国家 百姓就是草芥 西黄为一面子工程 让子民民不聊生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所以说 防疫要看国情 美国如果抄作业的话 两边枪跑齐上 死的就不是一百万人了 中国用中国的方法 实现死亡最小化 美国以美国的方式 实现死亡最小化 谁也不要笑话谁 还有网友说 厉害了 火了三人民币 都是一百大抄 哪里的这么多钱啊 捡来的 有网友留言 上海人民有点不好管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没有中国政府 哪有中国人民 一个好的中国人 必须全身心的支持 中国政府的清明政策到永远 还有网友说 太可怜了 特别是那个跳楼的 人家趴在地上抱着那个人 在那里喊可怜可怜吧 不禁令人想起电影 将春水向东流离 就是会那个跳江自杀的场景 所以不要迷信什么上海多先进 素质多高 其实骨子里跟其他中国人 没什么两样 所以从来没觉得上海人 洋气在哪儿了 小市民倒是真的 反而价值观一直很落后 说不好听点的都是被 圈养起来的动物农庄 有网友留言 上海有的是专家 知道怎么科学抗议 但他们的建议有用吗 他们不是决策人 必须听不懂科学的人 亲自指挥 只是苦了上海的百姓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世界上任何一个 有点脊梁的屁民 都不会被政府欺压成这样 国人脊梁谷早被打断了 还有网友说 清零是个理论上可行 实际无法清零 有些地区 隔离已经超过三个星期 新增不减 发现漏洞看似偶然 实际是无数偶然的必然 有网友留言 什么清零 这就是把监狱概念扩大化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哪里是清零病毒 这就是用权力清零平民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